你有沒有看到他 感覺他很像很賢慧 然後很端莊賢淑 有沒有 有 有啦 那就對了 有沒有 有 像不像女生 你這樣起來起來 剛才你說的沒對 但是我要說這個有 這個顏色 有沒有看他不一樣 這個 有沒有 其實我跟他算過一樣 沒有 他的鋼的白點會比較大一點 比較大塊 比較大塊 比較大對嗎 跟那個花椎仔一樣對嗎 花椎仔尾巴那個白塊也是 有 但是他的鋼的色比較淺 鋼的色也比較淺 鋼的色也比較淺 改天我們看來問看看 我們就不可以 好 這個 這個彩玉 這次是公的還是母的 母的 母的對不對 母的 彩玉 其實有多少女人多羨慕彩玉 你知道嗎 彩玉她只負責交配把卵 放下來之後她就開始去找第二種春天 所以她的 她的小孩都是完全由爸爸在負責 從上幼幼班 去保母家上幼幼班到讀小學 都是爸爸在負責 所以彩玉的媽媽是真的太爽了 但是看到這個就不爽了 這個是掛在 每年我們鳥會都會做的事情 這個是掛在網上面被弄禽 剋掉 所以每年像這樣的鳥損失掉 數量不少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有沒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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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拆不下來 因為她 鋼在旁邊鋼在旁邊 然後我為了要趕快離開現場 要不然我會被打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都是原住民去放的 然後每一張網 我今年拆的大概每一張網 二十幾隻 大概有大概四五隻活下來 其他都死掉 有沒有看到這個都是啊 裡面也有山芋啊 然後也有印班芋都有 其實我的車子上面 你知道這個有多大件嗎 這個山是三大丘的 一張 一張 沒有 每一個點大概都是三張 所以我每次去拆這個回來啊 我都拿照片給我太太看 我說我去拆整個 要不然會怎樣你知道嗎 買醬油買錯就這樣 這個是一種壓力 這個對他們來講又是一種壓力 這是高嬌痕 那個狗都到吸 都到站那裡去注意 你知道嗎 還有 可不可愛 小朋友 可不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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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注意看他的眼睛 注意看 眼睛不能庇佑 注意看 不可愛 這個是沒辦法的啦 這個是沒辦法 所以一隻鳥從牽起也好 其實 那個是金斑鳩 金斑鳩在台東 只有在秋 東看得到 其他季節看不到 因為他們會牽降下來 牽降下來 牽降下來他可能不知道說 江湖 江湖 顯惡 我看到那隻金斑鳩 空空在旁邊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故意秘密這樣 不打草精神 當那個金斑鳩 慢慢靠近這樣 清清清有沒有 嘴巴這樣搖搖搖 遜雷不及 蓋口鍋 就被剋掉了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存活壓力真的是很大 真的他們存活壓力真的是很大 所以其實 當然我們不希望 但是我覺得人類的環境教育 如果 沒有一點sense的話 其實人類將來的環境 跟他差不多 好 到台東 蓋南西口 往綠島走一趟好不好 綠島他 這個本來是在北半球繁殖的 但是現在來到綠島繁殖 這個去年 前年 前年已經 林老師知道 我有跟林老師報告過 這個藍季東已經在綠島繁殖 他就在這個上面 他的草 這個呢 綠秀妍 綠秀妍有多厲害你知道嗎 綠秀妍沒有手 他只有腳對不對 但是他每一個葉子會去翻葉子 就很像他筷子在翻那個葉子 葉子裡面有什麼 有蟲 他有吃裡面的蟲 然後綠秀妍為什麼 我會提出來跟大家報告呢 綠秀妍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一次我跟一所大學去做鳥調 我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綠秀妍他們大概 如果有超過25隻以上的族群 從這個地方要遷徙到 有超過大概 四五百公尺的距離 還是說從這個島的北端 要移到南端去 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行為 之前我是聽日本朋友鳥慧的跟我講 因為日本有很多島 他說他們有這樣的習慣 但是我在台灣完全沒有聽過 那這一次我們去跟一所大學去做鳥調 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就是 有一隻會上去叫 旁邊就慢慢靠進來 有二十幾隻 將近三十隻 然後大家就一起唱歌你知道嗎 到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之後 全部在一起飛走 他們有這樣的行為 這是我後來發覺 其實綠秀妍還蠻 其實鳥類與鳥類之間的溝通我們不懂 但是鳥類與鳥類之間的那一種 團結還是說那一種溝通有沒有 有時候不是我們想像的 只是說我們透過觀察你會發覺說 其實他們有很多行為是很有趣的 好 這隻是 看那個翅膀就知道他飛行能力很好 他在獵捕的時候 衝撞的速度可以達到250到300 他看到鴿子在抓的時候是用撞的 他不是用抓的 先用腳去給他撞 撕觸之後他才去抓 然後抓 一抓就 你就聽到啾一聲就掛了 在綠角看到的 所有的鳥齁齁 後來我發覺鳥類為什麼他的 羽毛野色跟環境野色會那麼搭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 這個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 不是紅紫 猜猜看 這一隻是新翻橫 這個是翻石玉 對 大家有機會去綠島三秒的話 綠島有一點很棒的就是說 這個季節我們看不到灰面鳩 但是在綠島可以看到灰面鳩在那邊讀動 然後這次灰面鳩在幹什麼看得到嗎 這隻是什麼 螃蟹 綠島他每年 灰面鳩一般都到 菲律賓南半球去了 他不會留在台灣 但是在綠島會留一小 一小的族群 我今年跟他算有14隻 灰面鳩在那邊讀動 然後他在那邊 在哪裡你知道嗎 我們後面的林老師 他很清楚這個環境 他在五彎那個洞的旁邊 五彎 歸彎 他在那邊每天在那邊吃螃蟹 然後他在那邊讀動 這隻是螃蟹 他都會下去 彎那個山褲礁那邊找螃蟹吃 剛才飛起來這一群有沒有 這一群就是這個番石獄 這個就是番石獄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燈塔下面那邊看 番石獄他們密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會用嘴巴把石頭踢開 那個力量很大 那力量很大代表他的脖子的力量很強 所以番石獄是一種很有趣的鳥 好這隻就是飛面鳩 這隻綠島 上一次我有跟林老師報告 這隻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很強悍的一種冷情 相當強悍 有人看我 這個很稀有 那一次也是托林老師之福 剛好我剛才一直去看到 拍到兩張一張而已而已 北雀陰 因為我們時間不夠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是今年我覺得最開心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對 我們台灣只有台東跟綠島藍雨看得到 其他地方看不到 而且三年前他濱臨絕種 他是紅頭綠鳥 他在哪裡塗草你知道嗎 他在海邊的峭壁 樹的上面 那個地方風很大 然後他又挑的位置 大概都挑在向陽面 風很大的地方 因為他要防止被攻擊 然後他逃脫要很快 所以我跟他觀察 他的草只有這樣而已 就是這個樹木有沒有 他在這個上面煮草 你看到你會覺得 像日本人來台灣 只要找紅頭綠鳥的草 因為他們看不到 日本看不到 然後他們研究到多細 日本他們研究綠鳥 烏鳥 紅頭綠鳥 紅頭綠鳥不會去海邊 喝海水 綠鳥跟烏鳥會去喝海水 原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到目前為止 他們是每年這樣觀察 紅頭綠鳥是 其實紅頭綠鳥本來就是很稀有 你看一下紅頭綠鳥的樣子 這個頭有沒有 紅色的 然後他的體型稍微大一點點 他的胸部會比較深色一點 綠鳥的顏色比較淡 然後他的翅膀這兩塊 紅色的 綠鳥比較淡 紅頭綠鳥比較深 再來就是看他的尾翼的邊緣 但是這個我們沒有尾巴看不到 那舊歌科其實看起來我們覺得還好 沒有什麼特別對不對 其實舊歌科 今年發現他在綠腦繁殖 我覺得是真的不得了 只是我不敢跟日本人講 他們絕對會拍那個NHQ過來拍 因為日本人對這種東西很狀況 舊歌科的 最近在那個森林光源滿多的 黃頭綠鳥 因為來吃東西 但是繁殖在平常看不到 就是他的繁殖環境就這樣而已 好 更特別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 朱錦斑鳥 紅鳥 尾巴那塊白色可以避抵對不對 其實 我觀察他 他被有準攻擊的時候 他們可以這樣飛 這樣飛的目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扭轉 因為 主人在追的時候速度是不是很快 速度是很驚人 他用撞的你知道嗎 但是後來我發現 因為這個也是被蒙到的 因為其實拍了很久 才被我拍到這樣的畫面 他們可以利用這樣 你看他的頭沒有轉 都是身體整個轉 因為他為了要看前面 他身體轉 其實後面在追你知道嗎 後面有餘主在追他 因為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器材跟環境有沒有 沒有辦法 如果說今天是專業他們在拍的話 他們也不一定拍得到這個 只是後來我拍到我回來看 我嚇一跳 我就覺得說 鳥類他為了要逃生 他的演化 有時候 沒有照片真的沒有辦法解釋 太厲害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肚子在上面有沒有 這一次肚子在下面 因為他兩次被攻擊第二次 還是沒有被追大 其實我在那個塑校都拍手 你知道嗎 因為很爽他沒有被幹掉 所以反過來說 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看到他 他能夠存活在這個地表 他一定有相當的條件 真的 一定有相當的條件才可以存活下來 不被滅絕啦 就像打不死的蟑螂你知道嗎 猛情在追殺是 他真的是世界級的殺手 但是他們還是能夠存活下來 所以可見他真的 有一套他的求生本 好 剛才看到草對不對 這個就是媽媽在餵小孩 然後你們看到他為什麼嗎 看到嗎 知道他們為什麼嗎 割乳 知道嗎 好 知道嗎 割乳 對割乳是基隆基隆 其實我跟大家調查 我有跟林老師報告 周邊他在密使的區塊 我有去跟他觀察 他最喜歡什麼你知道嗎 姑婆育的種子 所以有空嗎 你們去山上觀察姑婆育 早上天剛亮的時候 姑婆育的種子會冒煙 我的解讀是怎樣 你知道嗎 他充滿了能量 因為整個姑婆育 他在育除的期間 有沒有 那個整個旁邊的姑婆育 都給我吃得了 吃得很清楚 所以後來我發覺 我就 我有跟林老師講 其實以後你要觀察 有沒有附近也沒有草 也沒有在育除 你看那個姑婆育就知道了 因為 綠島沒有小丸嘴 沒有大丸嘴 沒有 杯科的 杯科的只有什麼 中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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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很少吃什麼 有沒有看到 紅色的吊坑一顆出來有沒有 這個就是中耳杯 這個是全世界最吵的鳥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從早上天還沒有亮一直叫 叫到太陽下山了他還在叫 月亮出來的他還在叫 你拿石頭丟他還在叫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吃什麼東西 真的體力超好 好 好 但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隻不一樣 看 你看看 中耳杯有兩種 蘇蘇蘇也有兩種 這個是蛋色型的 這個是日本中耳杯 但是在綠島 所以有時候啊 他又叫短腳杯 你會覺得他腳短短的 所以 有時候遷徙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去 因為他就是來到 我在蘭嶼也看過了 我在綠島也看過 綠島也看過這一次 好像在換 蛤 好像在換 很像是亞成 看那個腳趾怎麼樣很短 好 這個就是 綠島海邊的忍者 如果你沒有注意看 你不知道他存在 你知道嗎 他就是蹲著身體都蹲著 然後慢慢靠近 然後都躲在朝間大院附近 適當的時機他就出手 而且他抓雨的 能力還蠻強 這個叫什麼 沿路 沿路看美女 好 林老師 綠島國中是 頭前的草皮 我們要去燈塔 左邊那個 國小 右邊那個 國中對不對 國中的草皮 這個叫什麼 金屋 其實只要遷徙的季節 有機會去綠島走一趟 你會覺得 你會很開心就是 因為烏烏 不要看烏 烏烏 它是從俄羅斯 從北半球 從北幾圈那邊 從北韓 然後 北 那邊飛過來的 至少啦 如果我沒有猜的話 至少要1600公里一起跳 它那麼小隻小小隻喔 它可以飛那麼遠 好這次是綠島的 那個是哪裡 港口那邊的語音 這是我去綠島 被我最驚訝的 因為這個東西 一般都不會經過綠島 它都會走南部 不會走東部 因為南部是泥灘嘛 我們東部這邊比較少 這個是專門吃什麼 吃辣 吃那個蚵啊 蛤 因為它的嘴巴很厲害 它的嘴巴很硬 但我還沒有撿過屍體啦 但是他們研究過了 它的嘴巴在喬那個 岩石那個蛤蜊的殼有沒有 是相當的乾淨俐落 代表它嘴巴很強壯 很強壯 別吹跟它一刀 對 片刀就可以翻開 好這個是大中小 中喔 啊 小 中 這個是中 一半是小 頭的兩倍長度是中 中 好 今天我們就這三章做結束 這是一個阿桑的惡菜 我看他在惡菜 因為我們在拍而已 我在拍五馬 阿桑在惡菜 遠遠的我也不曉得 怎麼 地上有好幾隻黑黑的在地上 沒有跳 蹲在那邊 結果我靠近一看 他的嘴巴一直流出之意 然後眼睛啊 眼睛整個白掉 然後我上去看他在阿桑上面 他上面有水下來 所以他的水可能蓋過旁邊的溝渠的水 有什麼你知道嗎 農藥 他 我有用水啊 那隻可愛的小手就是我的手 其實老實講 我在跟他灌水的時候 我有一點點難過就是 其實我有點多一點 因為我朋友跟我講說 大哥你怎麼 我說 其實我常常在想說 我們都同樣長在 我們都在這塊土地長大 為什麼我們不能善待我們的同類 那當然這個阿媽不是有意的 只是說 我有問過隔壁的 一樣是種菜的阿嬤 他說 其實我們這邊的菜都是你吃的 那我說你為什麼要用藥 他說沒有啊 就鄰居說噴藥 這的湯還沒中 其實我在那邊給他喝水 這一隻也是中毒的 這有多近呢 大概不到一米的 他不會飛 因為他後來就通路死掉 因為他們都喝下面 下面那個水溝有沒有 就像我們剛才看到燕子 燕子後面不是有一隻死掉的嗎 他就是喝後面那個水溝的水而已 所以 話說回來 以我們目前所居度的環境 是這麼的惡劣的時候 有時候如果有機會 出去商量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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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 有時候環境教育 如果有機會啦 就像小朋友他們 其實這個 他們有時候真的是很厚 你知道嗎 因為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絕對不會去用農藥 但是為什麼我們農藥用到這種程度 宜蘭縣啊 他們只要他們的公有地 是不允許田梗 跟荒堤用殺草劑 你知道嗎 宜蘭縣是禁用的喔 但是為什麼別的縣市 沒辦法做 Sense的問題 所以整個環境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我們真的要蒙心順順說 我們對得起他嘛 一個媽媽被我們蹂躪到這種程度 其實我們真的有那麼缺嘛 然後有必要把土地破壞到這種程度 所以其實看起來 剛剛我們可能是追逐情況沒有感覺啦 但是假以實質地看看有時候要回頭都來不及 我們講資本勢力就好了 一個那麼好的環境 一個那麼...大波斯你們知道嗎 大波斯你問早一輩的那邊的董基有多少 董基是一種很特殊的鳥 那個有一點像是遠古時代的鳥 那個鳥早期他們有養雞 但是他們拿人家來才會去台階 平常他們吃董基你知道嗎 因為董基當在一二十年前數量是很多 現在不一樣 現在一個因為它是夏後鳥 你一個夏天如果可以看到 不要再看到你聽到董基的聲音有沒有 我就請客了 我一定會請客 因為太稀有了 越來越少 因為它是從大陸的華南那邊過來台灣 過來這邊繁殖 所以去年一隻被關山工作站檢去 一隻雅城的董基死掉 還是中毒 所以我們面臨這樣的環境 可以的話 大家關心這一塊環境 因為其實鳥好不好看 鳥多不多 其實大家我們都是心知肚明 因為鳥是所有生物裡面的環蔭是最快的 為什麼 因為它在全世界在整個地球的布局 密度是最高的 第一個 第二個 它的移動能力最強 第三個 它的敏銳度很高 就像剛才跟大家報告 只要你用殺草劑 只要你用榮藥 它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不可能這樣 我跟大家保證 如果環境 觀念不改變的話 媽媽不只媽媽哭 其實我們也是糖血 你知道嗎 雖然我們 像我有地 我自己種蔬菜 但是你們可能自己種蔬菜嗎 不可能嘛 那將心比心 這樣的環境 是不是我們有那個義務跟責任 大家相互關心一下這一塊土地 看看我們 很久沒有問好的媽媽 謝謝大家 感謝大師這一堂課 大家是不是有什麼問題要 大家是不是有什麼問題要請教大師 請教不敢啦 大家 相互啦 啊沒有的話就 這次在 下一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報告這次 這次很有趣喔 因為我看到他在天空飛 白天短暖蕭不會出現的 他白天出現就是很特別 為什麼 人家都在腰就是一隱私器 因為他自己平衡的關係 我白天看到他在飛